这个老太太有多好喝 在北京二环内买下一栋王爷府 用来种菜养鸡 叫来几个大侄子跟自己一起 切菜包饺子 我就是吃糠咽菜 一辈子是穷命 大娘 你住着几个亿的豪宅 实在太反尔赛了 更让伙计惊讶的还在后面 她拿起脚下一个破杯子 让大侄帮她喂鸡 小伙惊呆了 倒掉杯中的鸡饲料 仔细端详 您 您 您拿这个喂鸡 这不是又破碗吗 大娘哪里懂这个 在她眼里 这玩意儿就适合喂鸡 果然有钱人的快乐想象不到 老太太原本一直和儿子住在大杂院 而现在能搬到这里 都是儿媳办的好事 这儿媳乃是哥哥出身 前情亡了之后 也是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突然听到伙计说 自家的老宅要拍卖 心中感慨万千 看看账本就起了心思 竟然没和任何人商量 直接挪用饭庄的钱 买下一栋二环内的四合院 伙计都吓傻了 这帐跟这钱对不上 差多少啊 差了整整八百大羊 这笔亏空几乎是让整个饭庄陷入瘫痪 最终在小鸢的逼问下了 老板娘才说出实情 带她来到这处院子 从现在开始啊 你就是这儿的主人了 好一手先斩后奏 因为她喜欢就要挪用公款 要是在现在 这起码十年起步 你说你办的 这叫什么事啊 这封泽园是你一个人的吗 你想拿就拿 你这么做 让我们哥几个互相猜疑 你知不知道 你这往后 让我怎么在他们面前坐着 鸾掌柜此时 真是无语到极致 自己的酒店差点就完蛋 伙计们相互猜忌 他却不在意 使出必杀计 你是不是不爱我 你伙计重要 还是我重要 这要是你前女友买的 你会吼他吗 致命三连 两人大吵一架 鸾子生气离去 可是话说回来 可他要是知道 现在北京的房价 怕是会对老板娘此举 感激的流泪 更难过的 还是老太太这关 过惯了苦日子 不适应这大别墅 我没有喜 只有惊了 后来硬是逼着二人 在祖宗面前谢罪 才算是把这事 接过去 第二天 哥哥回家惊呆了 园林花草全没了 婆婆正在院子里 追着猪跑 你不会收拾 你真把咱们园家 当成大户人家了 他在院子里 直接刨土种菜 鱼缸中还养着大鲤鱼 好好一个王府别院 现在变成了农家乐 哥哥都快疯了 自己这错也认了 怎么还要这么折磨他 好歹 他也是哥哥出身 在自家院里种菜 太没面子了 果然 婆媳矛盾是永恒的 小鸾子太难了 多这菜 吃点 鸾老板这次被坑惨了 用五套房换来的大厨 做出来的饭 难吃到吐 伙计连连道歉 掌柜的尝了一口 曾师傅做的 简直不敢相信 再尝一道 这也是 怎么这么难吃 当即就来问罪 曾胖胖尝了之后 直接吐了出来 这绝对有问题 果然 自己的盐碗里 竟然是糖 这是哪个王八蛋 把我这条理碗 换地方 谁干的 平时 他都是忙操作 根本不会刻意去看 所以 才会出现这样的失误 曾胖胖知道 陈大厨对自己 抢他主厨的事 一直怀恨在心 以为他故意整自己 当即就要罢工 但是我们渠子 最重要就是这鸣声 鸣声没了 就吃不了这碗饭 您的好意 我心里有 这活 我干不了了 鸣掌柜费尽心思 挖来的大厨 就这么不干了 这一切 都是二爷干的好事 自从王掌柜 知道曾大厨被挖走后 直接急火攻心 我不让你闹 不让你闹 你别闹我你 你给你下机会 还上门去闹 不要两家改站 自己这半生经营的酒店 算是彻底完了 追悔莫及 老二还不断补刀 数了掌柜的不是 推卸自己的责任 鸣掌柜 打我的怪在你手里 说罢便直接抽了过去 没了气息 虽然最后人抢救过来了 但还是落下个残疾 老二此时丝毫不思悔改 反而趁着这个机会 吓唬他姐 老掌柜的倒了 大厨叛变了 急风楼下一步 就要关门大吉了 您再不交给我 这真酒黄 汪夫人哪里懂这些 心里抄袭 但也没个主意 这毕竟是老汪多年经营的 但也知道弟弟有多不靠谱 正在纠结中 立老二直接拿出来合同 逼着老姐立自己做大掌柜 您放心吧姐 这么多年了 我对您什么样 您不知道吗 现在必须得找人管 不然等我姐夫好了 早黄了 来来来来 是人的声音没人打理 根本就 这这 可是等他看到账本傻眼了 原来急风楼现在生意这么差了 那自己费尽心思 当这个大掌柜的上哪摊去 又嫉妒风泽园的生意红火 开始煽动小间谍搞事情 曾大厨过来后就占了头脏 原本的陈主厨心有怨气 立秋晨就利用这一点 他们俩消停不了 你把他们俩这个火给我拱起来 曾大厨做饭的时候 小间谍悄悄过去 把放盐和放糖的调料碗换了地方 这才导致出现今天的矛盾 阮掌柜为了这事一夜没睡 终于是想出了办法 同时请来两位师傅 原本的灶台经过改良 再无头灶二灶 并列第一 咱风泽园的灶台在中间 这叫什么 这叫双灶 这灶台 复分前后只分左右 以后叫左头灶右头灶 曾师傅为他的诚意感动 而陈大厨也保住了面子 两人化敌为友 皆大欢喜 哎呦 这风泽园啊 快黄头喽 做假鱼吃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味儿 康玉厨真是神了 尝了一口 就发现这个所谓鱼翅 都是假的 这个东西在市面上 已经卖了半个月 都没人怀疑 就连曾大厨都没发现异常 而康玉厨直接看透秘密 是用粉丝 鸡脯 五花肉 还有虾仁鸡蛋 白糖 和上这凌椒粉 加上黄酒 做出来的 真是太会造假了 食客们再厉害 也尝不出来异常 最近市面上就有人以假乱真 卖假鱼翅 能干出这事的也只有疾风楼的老二了 自从战事恶化后 饭店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 风泽园就推出特价菜 立掌柜看到这招品赚钱 于是也想试 手下出了个更素的主意 伙计端来一碗菜给他尝 这不是鱼翅吗 怎么了 伙计直接建议 咱家鱼翅打五折卖 鱼翅一般利润不到三成 这样卖 简直是倒贴 他之所以敢这么卖 因为这鱼翅是假的 老二又惊又喜 竟然还有这种操作 再尝了一口 当真是跟鱼翅一个味儿 只要吃不死人 就放开了卖 半价鱼翅直接带火了店里的生意 阮掌柜觉得 其中肯定有问题 历秋晨就不会干着 赔本转吆喝的事 晚上小间谍又来搞事情 拿着一个神秘罐头回来 不料当场被孙婢娘捉住 交给了掌柜的处置 小间谍的身份暴露 不过老板娘却说 这事是他指使的 原来他早就发现 这小子不对劲 一番恐吓之下 成功策反小间谍 现在可是双面间谍了 半夜里从隔壁 顺来着半价鱼翅 让曾师傅看看 有什么猫腻 曾大厨闻了又长 没什么问题 就是鱼翅 又来请康玉厨参考 老康却睡在二楼上 这儿好啊 这儿能贴天意 老康依旧神神叨叨 还嫌几人打扰自己 如今曾念安顺理成章的 做了他的徒弟 厨艺又有长进 今天来看望康老 说要考考他的味觉 康大厨瞬间来了兴致 火箭拿出那种鱼翅 不料他吃了一口 直接吐出来了 老康直接尝出来 这是假的 真的假的都吃不出来 开什么反装的呀 出家当和尚就算了 立边摔跤 给门吃门 老爷子骂人 都是一套一套的 揭露了假鱼翅的真相 这实力真是没谁了 至于鸾掌柜 要如何处理此事 我们下期再看